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好久不见 为什么我隔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出这样子聊天的视频呢 因为我一直想要做这样一个主题 但是就是一直很怕做不好 或者说是大家不喜欢看这种类型的话题还是怎样 或者说大家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去说这个话题 我今天呢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抑郁症 我知道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但我就是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面出现了之后 我就一直想要说来聊一下 我为什么要谈论这个并不是因为我得过这个 是因为我的亲人得过这个 然后在她的抑郁症的那一段时间里面 就是我们度过了很黑暗的一段时期 然后我们全家人都是在跟抑郁症做斗争 所以就不仅是患病的亲人 而且还包括我 我去上网查了很多的资料 我去试了很多的方法 我去陪着看了医生 那么也算是对这个病有了比较清晰的一个认知 所以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 我其实经常有听到有人说说 我觉得我自己抑郁症了什么什么的 我有经常听到过这个 但是后来呢就是当发现 就是和真的抑郁症面对面的时候 就发现平时所说的抑郁症跟抑郁的情绪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呢都会有抑郁的情绪 但是抑郁症呢它是一种生理性的病 就是很多人都误解了以为抑郁症是心理上的疾病 其实抑郁症是生理上的疾病 从我的观察看来 还有我跟我家人的交流 我所得知的信息里面 我知道抑郁症它不会让人感觉到 我多悲伤 我多失落或者什么 而是更倾向于感觉到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种虚无感 它感觉不到食物的美味 感觉不到这个天气好坏 而且它更多的感觉到是一种无助感 就是我现在没有人可以帮我 还有就是无力感 我找不到理由去支撑我做生活中的任何事情 我甚至找不到起床吃早餐的理由 我亲人得这个抑郁症的时候呢 它呢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就是我们去看了医生 医生跟他说了已经他已经是这个重度抑郁症了 他什么都做不了 不是他自己不想做是他根本做不了 然后他就只能每天的躺在沙发上 然后也不是睡觉就躺在沙发上 想东想西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反正他就一天天的这样躺在沙发上 然后早不想洗 饭不想吃 更别说比如说做家务 或者说出去玩娱乐节目这样的更不用说了 抑郁症跟抑郁情绪 在这方面上就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抑郁情绪悲伤的情绪 但抑郁症呢 它是基本上是一个虚无的情绪 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生理上的疾病呢 因为抑郁症的产生其实是因为 大脑里面这个神经地质的缺乏 比如说这个多巴胺啊这一类的东西 它这个地质是缺乏了的 所以就跟糖尿病缺乏胰岛素食一样 它是一个生理疾病 你们不可能指望说糖尿病病人 不吃药就能自省痊愈 所以呢抑郁症呢 它也是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太能自省痊愈的 除非你是比较轻微的 程度比较严重的抑郁症的话 那么基本上是需要借助药物的力量 确诊抑郁症呢不是说我看网上我根据网上的一些抑郁症的症状啊一些什么测试什么的你就可以判定自己是抑郁症这个不太准确那么你要去寻求专业的一些专业的医生去通过你的这些症状来界定 而且因为这个抑郁症这个神经地质的缺乏它可能会影响到你一些快速对眼期的睡眠啊一些激素比如说荷尔蒙分泌 因为我并不是专专业的这个医学人士 所以我不能给别专业的医学意见 所以我就是只是在跟你们简单的聊一下 是想要帮助一些可能有这种倾向的订阅者们 我家人他觉得患了抑郁症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所以呢在一开始他是很抗拒治疗的 他就觉得可能只是单纯的不开心什么的 过几天就好了 但是一直一个月两个月都没有见好 所以我就强迫他 我强迫他去看医生 然后我强迫他去吃药 吃药这个见效真的是立竿见影的 因为它是能够立马补充到你大脑内的神经地质 促进这些神经地质的产生 遵照医嘱服用这个药物 那么你是可以很快的去 回复到这个正常人的状态的 但是这个不代表你就好了 你还是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跟他做斗争 而且现在呢已经有了很有效的这个治疗方式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不治治症治不好什么 但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很有效的方式 会有人就会觉得 那如果我依赖了药物怎么办 成瘾了怎么办 那我说是一辈子要吃这个药了 这个药还这么贵 但其实不是的就是你可以慢慢的去减药 按照医嘱然后慢慢的停 然后去适应一个没有药 然后自己可以去自己去调节情绪 自己的大脑去制造这个激素的这样一个状态是OK的 所以不会不要担心会成瘾 因为你病都治不好了 你还去担心成瘾什么呢 好然后我在接下来大概说一下 我觉得的治疑郁症发生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最普遍的就是会因为自己做过的某一件事情而非常后悔 就是后悔自己做了这件事情 我的家人呢他是因为投资失利 他因为亲信了一个朋友 然后去把自己的钱都放在了那个人的身上 然后钱就被骗了是一笔数目还挺大的钱 所以他就一直后悔自己的决定 后悔自己为什么那么傻 就是去说 要是我当时没有信他 要是没有把钱给他的话 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他就一直这样陷入一个自责的死循环 所以就是导致越来越糟糕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把自己搞垮了 那更加糟糕了不是吗 所以第一点这个自责情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就是一个觉得自己很丢人 就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出于什么原因觉得自己很丢人 比如说我亲人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太傻了 然后他朋友都看他笑话呢 他朋友都觉得他这被骗真的太傻 他就会觉得我以后的朋友都会戴着有色眼镜看我 因为我真这么傻 去信了一个认识没多久人 然后把钱给了他 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是因为比如说不够自信 我之前也出过跟自信相关的视频 因为自己的一个body shame 觉得自己太胖了 太丑了 怎样怎样 因为觉得别人可能会看你笑话什么的 你会产生这样一种不良好的状态 然后导致了抑郁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原因 三个原因就是对未来的焦虑感 我的亲人呢他是因为失去了很大一笔数目的钱 然后本来很多有关于这个钱的计划都被打乱了 所以他就会想 那我未来怎么办 我现在手上没有任何可支配的资金 我都觉得撑不过以后的一段时间了 就是对未来这个不安和恐惧还有焦虑 会引发你的这种抑郁情绪 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因为比如说害怕考不上自己想读的大学 或者说害怕失业 或者说害怕亲人离开 恋人离开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第四个我觉得应该可能就是因为你周围的环境太恶劣了 比如说你从小生长在一个不太健康的家庭 或者说你经受一些欺凌校园暴力 身边这个环境非常的糟糕 那么你自己 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是很糟糕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你所处的环境差 你就放弃自己 这个环境对你的影响是很大我知道 但是你自己的人生不可能一辈子都是这样的 你可以靠你自己去过另外一种人生 一个很差的环境也是一个引起焦虑抑郁这种情绪的重要原因 在抑郁症患者的认知模式里面呢 他们关于自己 关于世界和关于未来的认知都是非常消极的 比如我很差 我现在身边的环境身边的人太糟糕了 我现在做的事太糟糕了 我的未来一片黑暗 他们的消极认知就可能是这样子的 第二个呢 他们这种消极认知还不是暂时性的 它是反复的 是长期的 他就一直这样认为 虽然说比如说像我们一些比较正常的人 就可能会一下很消极 什么事都很差 但可能一下又跟打了鸡血一样 但是呢 如果是抑郁症患者他可能一直都觉得很消极 第一个是消极认知 第二个是反复的消极认知 那么第三个就是歪曲的信息处理 就像我的家人 他觉得他的朋友都笑话他 都戴着油色眼镜看他 但其实在我正常人眼里看来 他们并没有就是笑话他 或者说排挤他 远离他 孤立他什么的 其实并没有 但他自己一厢情愿的认为 我现在这么差已经没有人会想要跟我一起 其实并不是 还是相反的还有挺多人去伸出援手的 已经把这个外界的信息给歪曲掉了 他觉得一切都是差的 说完了一些原因和他们的这个认知之后呢 我想说一下就是 我想要提供的一些建议吧 但我觉得这样好像有点搞笑 因为我并不是抑郁症患者本人 因为是我的家里人 所以其实我知道我自己 患抑郁症的概率会比常人要高一些 而且我也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 所以我就一直有在 去做这方面的了解 去做这方面的功课 然后去预防这个抑郁症 那么我觉得 我想要给的第一个建议就是 如果你已经长期的低落或者虚无 或者无助无力了很长一段时间 就比如说一个月 两个月半年一年 你已经忘记了快乐是什么感觉 你已经忘记了 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 怎样的感觉的话 你一定要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一旦你被确诊了之后 开始吃药 不要害怕吃药 我的家人 他自己偷偷看了那个药上面的说明书 然后他看到上面说 可能导致自杀风险 他就说 我觉得我这个人都废了 你看我吃的药 他都叫我去自杀呢 但是呢 后来我就把那个说明书给他藏起来了 就说你每天必须给我吃药 他吃的药是分两种 一种是安眠类型的 因为他根本睡不着觉 还有一个就是抗抑郁类的药物 那么有很多 比如说 黏酸 泡罗西厅 还有福西厅 就是百佑姐 就是这一类型的 专业的医生会给你开的 所以坚持吃药 不要自己偷偷的去减药或者停药 可以再去找经理援助 会花很多钱 而且是一个长期花钱的 因为我的家人可能是差不多一年多才 一年多两年才好起来 那么中间其实真的花了很多钱 如果你得了 比如说你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 肯定会去治呀 那么抑郁症也是病 所以你不要害怕去治 不要去害怕这个治疗过程 不要觉得自己很丢人 就像你得了藏尿病 藏尿病的人会觉得自己很丢人吗 这是他一个病 他自己也不想得的 所以不要觉得丢人 不要害怕去寻求帮助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要去找事做 如果你沉浸在这种情绪里面 然后什么事情都不去做 那你就很闲 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沉浸在这个情绪里面 你就去找一些事情去做 哪怕那些事情真的比较 就比如说你去做家务 你去好好刷牙 好好地做一顿饭吃 去外面晒太阳 去走路 去跟人打交道 你去做事 不要只躺在一个地方 不要一天到晚沉浸在你的大脑里面 那么在我家里人就是 即将好起来这个阶段 他爱上了烘焙 然后就开始天天做好吃的 他就说做好吃的真好 你看这些原料也不是特别贵 也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能够做出很好吃的 让人感觉很幸福的东西 第三个建议呢 就是一些辅助手段了 那么我最推荐的就是冥想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我的频道里面 仔细说过冥想 但我之前自己有冥想过 我觉得还是 是一个比较有效的途径的 我之前好像也有推荐过 帮助你 教你怎么去冥想的app 除了冥想你还可以去 我家人就让我给他放佛经听 因为他觉得那样能让自己心情平静 然后还去听了一些古典音乐 这样子让自己心情平静的东西 那么我当时我有在看一本书 它是两本 它是一套的 那么这个书叫做 精神焦虑症的自救 那么其实它并不是说是完全针对抑郁症的 那如果你自己已经有这种倾向 或者说你平常就比较焦虑 情绪紧绷 你也可以选择看一下 我是看完了 然后做了很多的笔记 我觉得相当的有用 好了 其实我只是想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不是说真的想要教你怎么去克服 或者说怎样去对抗它 但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去 要正确的认识这个病 然后不要去害怕它 不要觉得丢人或者什么什么的 现在呢我家里人就已经基本上就好了 药也停了两年多了 但是抑郁症的复发概率是很大很大 很多人可能他第一次得抑郁症的时候 没有什么 就不是特别的严重 然后在第二次复发了之后就特别特别严重 就有一些比如说自杀的例子 就可能就是因为抑郁症复发 他觉得这个又找上门来 抑郁症它并不会消失 但是你可以学着跟它共处 和平共处 就是习惯它的存在 不让它去影响你的日常生活 那么我还是希望 希望我的订阅者们都不要觉得 这个视频非常有用 我希望你们都开开心心的 但是我也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一些人 偶尔觉得你自己心情很差 你都可以去试着上面说的方法 读一下那些书 我好久没有录视频了 我觉得我都已经不会录视频了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那么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投币 评论单目收藏 转发投往 还有什么 嗯差不多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